今天心血来潮,准备带大家看一处300多年前的日本民居 这座民居不在东京都,而是在祁玉县的河光市 由于跟东京都接壤,走过去也没多远 从高岛坪出发到这处古迹大概是5公里 连走带跑大概50分钟,就到达了祁玉县的河光市 本田汽车在河光市还有这么大的产业 沿途会看到很多卖二手车的,这些汽车真是便宜 像这辆车和人民币不到6000块钱 在日本很多墓地和居民区是在一起的 日本人丝毫不忌讳,反而认为是一种福气 因为有信仰,敬神不怕鬼 在日本跑步不用带水,因为随处都有这种贩卖机 现在已经到达日本的农村 这里有大片的农田 即使是乡下的道路也十分的干净 乡下的农村河道的河,清澈见语 只是这里的人真的是很少 终于要到达我们今天的目的地了 来此总共走了89分钟,6.46公里 此处是河光市指定文化财 新仓普鲁萨斗民家园 这是一座江湖中期的纯木质建筑 距今已经三百多年了 没想到在东京都也能欣赏到日本传统的民居 这处民居是可以进入到屋内欣赏的 这是冬天取暖的方式 进入卧室需要拖鞋参观 这是民居的厨房 房子是真够大的,所有木料也都是珍贵木材 否则也不可能经受三百多年的风雨 足见这户人家的主传一定是当地的属身 原来这处宅邸属于傅刚家的 由后人傅刚进捐赠给了河光市 民居家庭院总共两千多平米 喜欢民俗和摄影的朋友 这处景点一定不要错过 虽然是重要文化财产 但是够离免费 来这里可以坐东京Metal 有了丁县复都新县和光市站下车 向北七百米即到 久保木市站下车 远赛 地固 都不能准备 一起去